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一份原始資料 它大概有2500筆的數字 然後是資料 然後它關於捐款人的行為調查 那首先先講一下 我們是台灣公益哲信協會 之前跟申委 我們一起創建的這個聰明公益諮詢平台 目前還在維護中 但總之呢 這中間也非常多血淚 那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技術上的 真正的問題其實是 當我們在公開這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來到很 我們收到非常多NGO來的一些指教 甚至於說要告我們的 總之呢 但目前大家可能沒有辦法登錄 因為它在更新一些內容 那 這是我們做的另外一個環節的事情 不過 我們自己本身想要做的其實是NGO 就是台灣的公益團體的財務透明 還有它的治理能力的提升 也就是說我們某種程度是顧問或是諮詢的角色 但是我們自己也做知識的研究 那像我們非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一年的捐款到底有多少 後來我們就是真的受不了 因為真的找不到可靠的數字 最近的數字已經是2003年 主地走出那個時候 為了要後追921大地震的捐款 所以做了一次調查 那時候都記的台灣捐款是427億 所以你現在如果常常聽到人家說 公益捐款一年400億 那個都是20年前的數字 那因為我們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 也就是那個沒有人的精神 所以我們自己騙了幾十萬 然後找了民調公司 在去年底做了一個大規模的民調 那 那根據這次調查的結果 我們推廣出來 目前的台灣公益捐款 大概是1062億 但推廣的打法就在這邊 就是人口數 然後捐款比例 跟平均捐款金額 也就是說 我們之前 所用的400億的數字 已經 遠遠 就是已經不符合現在的事實 那在這份資料裡面 我今天就是希望能夠 加這份資料完整的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們民調公司給我們後來最原始的資料 還有它的coding book 那裡面總共有兩千 大概兩千五百份 然後試畫有大概六成 那手機有大概四成 各位知道就是在執行民調的時候 常常被 被質疑的就是 如果試畫的比例太高 我們就會覺得沒有reach到比較年輕的族群 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次有特別去注意這個問題 那總之呢 我們在這份資料 我們自己也有出一份報告 叫做公益觀察2021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 那在這份資料裡面 我們做了除了常見的這些分析 比方說 我們去跟就是主機總數當時的資料做比對 我們會看到 在10歲以下的年輕人 捐款比例比20年前要各增加了20% 我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增加 那40到50歲也增加了 Roughly 10% 那至於在更高年紀的大致差不多 所以我們會看到台灣的公益捐款的趨勢 是一個普及化 而且年輕化在擴張的現象 那另外就動機有點 我們也看到的社會變遷啦 像以前喔 大概有六成的人是回饋社會 但現在這個部分腰漲 就是只剩一半 那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對特定議題的關心 然後有支持捐款組織的理念 還有公益團體的群務 也就是說公益團體更會付款了 那但是大家對於這些議題主動願意參與的那個信念是更強烈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公益捐款跟當時 就是你不能只看金額增加 它裡面的動機 就是參與的動機也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我們針對這個資料裡面 找到了兩個比較重要的變相 一個是年紀 就是50歲 另外一個是月收入大概6萬 就是在這個 這個門檻 之上跟之下的行為是有比較明顯的不同 那比方說這個是捐款的議題 大致上兒童青少年身上跟老人 都是最熱門的捐款議題 可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他另外還會選擇急難救助 可能跟他的生命經驗有關 在那個年紀可能就比較有共感 可是50歲以下的人 第四個議題是動物保護 動物保護 這是蠻有趣的 因為動物保護的議題在這幾年成長得非常快 尤其是像剛才大家看的黑熊 就會很忍不住想要捐款給他了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會發現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也反向就是 那某特定議題它主要捐款的樣貌是什麼 比方說兒童青少年是40到49歲的女性 南部的高階主管 而且通常沒有小孩 但是動物保護呢 通常是20到29歲的女性住在北部 而且這是大學生 也就是說現在的女生呢 對不起 我就很快速 就是很Roughly的推路就是 現在女生寧可照顧動物也不要照顧小孩 雖然他們都是小動物 好 那另外在這些數據裡面 我們也看到比較明顯的數位落差 即便是同樣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收入比較高的 他會考慮使用網路 那收入比較低的 他只會使用報章雜誌 那50歲以下的人會使用網路跟FP 他完全跟就是50歲以上的人 所資訊的來源的介面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裡就不能單純解釋成是年齡的差異 這比較像是世代的差異 就是在現年50歲以上的人 他們所使用的資訊習慣是完全不同的 那至於說我們也去研究了 因為我們也有問 因為過去這種調查都會問捐款人的行為 可是我們也順便問了如果你不捐款 那你為什麼不捐呢 那除了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本身沒有餘力 也就是經濟狀況不允許以外 那也有很大一塊 尤其是收入比較高的 6萬塊以上的這一群人 不管是年紀大或年紀比較輕的 他是對捐款運用有疑慮 或是沒有足夠的資訊 也就是說 這裡面不是沒有公益團體跟努力的空間的 事實上是他們有一些資訊需求沒有被滿足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份資料開放給大家 然後因為我們可能也許能想像到的 分析的方式可能有限 那這個就是請大家取用 然後去玩這份資料 謝謝